嗨 大家好 我是NineMilkです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 是我的週季時間 好 有沒有看我曬黑啦 會覺得我超黑的嗎 因為上禮拜去那個生道市場啊 就曬黑啦 為什麼會有這支影片呢 是因為我發現我最近的影片 都好像跟我個人太不相關了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底在日本在幹嘛 所以在想說拍個週季 來跟大家報告我到底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可以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從小報到大的豬 他叫阿滴 超沒有意義的介紹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這幾天被斷網路了 為什麼會被斷網呢 在台灣是用吃到飽 所以來的時候我就是沒有注意到 一次用Wi-Fi 也是吃到飽 但是他有規定就是 如果你三天內達到10GB的話 之後都會被限速 那我今天真的受不了 我就去了家裡附近的 網咖 第一次去日本網咖 超西班的 原本想說待個一兩個小時 趕快把一些可能要回的mail啊 要上傳的東西 要處理的一些資料都先查完 然後就趕快回來家裡繼續工作 就一待一休吧 自己待了快四個小時才離開 我覺得日本的網咖好厲害喔 免費的飲料吧 然後還有冰淇淋吃到飽啊 雜誌啊漫畫啊 全部都免費 消費下來是大概700日幣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第一次如此感受到 時間就是金錢的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在台灣的咖啡廳 你可能點一杯一兩百塊的咖啡 然後就可以坐一整天 但是這也不是 偷懶的一秒鐘 上廁所的一秒鐘 走路走慢的一秒鐘 分分秒秒都是錢 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就是我被斷網了 因此獲得了一個 日本網咖的初體驗 另一件事情呢 其實昨天晚上有收到 非常大量的IG的訊息 對 好像對不知道的人說對超怪的 我有發我IG的人 知道我去一趟東北 那去東北在幹嘛呢 被朋友找去當節目的翻譯 那這個節目在昨天也有播出了 昨天播出的那一集 有非常頻繁的出現在裡面 所以就是有說到一些朋友們 穿截圖或是傳訊息過來說 有看到很像我的人 是的 那就是我 我會有這麼多畫面在裡面 是因為我那一集的情緒 就是超級無敵婆諾 我看到人生清單之一的那個 SL銀河號 然後他就非常感動的 就是哭了 所以鐵道研究的話 一定會知道其實非常非常難預定 那像因為我一個人出去旅行 我不會開車 特別到了東北這種比較鄉下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不會自駕的話 其實旅行是非常不方便的 拍列車的前一個晚上 其實我們都還沒有喬定 到底有沒有辦法接到列車本人 而日本方這邊接洽的時候 一直得不到一個很正確 很正面的回覆 加上我們又是很來路不明的 直接去跟他做交涉 所以他們好像也沒有很把 我們這個team放在心上 但是好險在當地有遇到一些貴人 就幫助我們 然後一直到當天 先在平昭道上看到列車之外 還有辦法進到那個車站裡面 然後甚至拿到staff的post 還可以走進列車裡面 這一切對我來說 因為前面真的太辛苦了 後來就是受了很多人的幫助之後 可以讓我完成這個夢想 所以當下我就真的是太感動 太感動 就是哭了大概有一個小時左右吧 那趟東北行真的是對我來說 蠻有特別的意義的 也是受到非常非常多日本人的幫助 甚至在東北回來之後 前陣子正央在花蓮的一場地震 很多東北的那些的朋友 就都傳訊息還問我說 你們還好嗎 台灣地震還好嗎 有沒有事 這樣就覺得很感動 也想說送一些台灣的伴手 然後寫一些就是明信片 回送給他們 但這件事情 因為是一拖再拖 知道我帶日本來的時候 我依舊沒有把這些東西送出去 所以我就只要把他們帶來日本 結果 一查才發現不得了 運費好貴喔 日本郵局真的是超級無敵複雜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剛剛找到了一個寄小物最方便最省錢的一個辦法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蛙哥 它叫Later Pack 那它是有兩種款式 一種是紅色一種是藍色 日本寄東西最不方便最困難的一點 厚度的限制 如果你今天你要送的OMIYAGE 不管它多輕 它如果是厚的東西 例如說我有送一個茶葉 它雖然小小一罐 但是它是厚的 它就沒有辦法用一般的信封送出去 那如果你想要買紙箱放在裡面的話 紙箱也沒有那麼小size 運費 忘記缺錢的書籍反正就是很貴 但是這一個呢 你就是花510塊買它 可以裝進 你看它的重量就是4公斤內 厚度是不限的 那剛剛有提到另外一個是藍色的 它的厚度是只有3公分 厚度超過3公分5公分以上的話 你就要用別的方式去記 它就會比較貴 再來我的第3件事情呢 上週去了東京 過了一個禮拜左右的生活 因為我選了3間我很喜歡的青年旅館入住 然後分別是在日本橋、赤板、神樂板這3個地方 所以會根據這些地方啊 加上這3間旅館去做影片 因為上次有一支美酒的影片 雖然那一支的觀看數量沒有很多 但是得到的反饋我覺得都還蠻正向的 然後做出來影片的內容 我自己也很喜歡那種風格 所以之後可能會 漸漸產一些類似這種 講文化啊比較深度的東西 然後加上觀看 你們可以透過這個影片去更了解說 哪一些文化它是怎樣形成的 那你自己去到那邊的時候 可能會更有感覺更感動 觀光不只是走馬看花 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也會很擔心我傳達出的東西 正確性到底如何 所以我真的花蠻多時間去做 就是資料的research跟整理 但是驗證的方式 準確度我覺得還可以再加強 這一方面我也還在想 如果是牽著到比較歷史啊 法律啊這種比較硬的東西的話 我也還在想到底該怎麼樣double check 才能真正的去check到這些資訊的正確度 然後快破1萬了吧 我還沒有想過破1萬應該要幹嘛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到破1萬想要看我拍什麼樣的影片的話 他也沒有說 1萬的話應該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比較平常不敢做的事情 可以趁1萬訂閱的時候來做一下啦 頻道開始已經兩年多可能快三年了 但認真開始做其實我一直都是這樣七七伏伏的 所以有時候也是會覺得 好像自己沒有認真做過這個頻道 但是好像又很努力一起在裡面掙扎的感覺 除了1萬之後 當然之後也會繼續繼續繼續努力 潛水的朋友也不要再潛水囉 明明看完了影片內容 會想跟我討論 卻不在影片上面留言 就特別要爬到IG來私訊 我真的要說 因為YT的留言回覆是 他有一個整理得非常好的清單 所以我可以一次看下來 這留言我還沒有回到還沒有讀到 但是在IG的話就很常被各種東西洗掉 其實如果你有特別想要問我什麼的話 真的在頻道這邊留言 我會回的比較快一些 那也會因為你們留言 讓我的影片的互動數比較多 可能會讓更多人看到 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在下面跟我互動 總結來日本快一個禮拜了 快一個月了 一個月了 就是我最近在日本的近況分享 這支影片真的蠻無聊的 但就是我一個人生紀錄 我相信我媽會看的 Izana Mirukuでした またお一緒に見てね バイバイ